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仍然强调中华民国的历史 但赖清德的演说却更多地聚焦于台湾自身的历史 未来 这种历史观如何与宪法观点相协调 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华尔街争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 在其就职演说中的历史观 并分析此番讲话在国际和两岸关系中的影响 本文内容摘自《外交官》杂志 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申详细描述了赖清德讲话的内容和背景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赖清德的讲话内容 这篇演说是赖清德在上月底就职时所发表的 立刻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在北京方面 这段讲话特别强调了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 并且呼吁台湾商人从中国返回 进一步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这一系列言论不仅激怒了北京 而且也引发了日本等国家的兴趣 更有评论指出 赖清德的言论与前总统陈水扁的两国论有相似之处 然而赖清德强调台湾与中国应该相互尊重 台湾人民应当团结一致成为台湾的主人 赖清德还在演讲中多次提到台湾的历史 从1949年的戒严令到1996年的总统大选 再到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大选 他通过这些历史节点 试图解释台湾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 并强调台湾在第一岛链中的战略地位 此外 他还提到台南这个有着400年历史的城市 并将其视为台湾与全球化联系的象征 这些历史叙述与前几任总统有着显著的不同 赖清德更强调的是台湾历史 而非中华民国历史 那么为什么赖清德的讲话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和争议呢 首先从国际角度来看 赖清德的言辞无疑是在向北京和国际社会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 即台湾坚持其主权独立的立场 这不仅是在对抗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更是在向世界宣告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立地位 赖清德的这种历史观和政治立场无疑会加剧两岸间的紧张局势 而这也是北京方面最为担忧的 从台湾内部来看 赖清德的讲话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虽然大多数台湾选民 接受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彼此不从属的观念 但也有部分人担心 这种明确的立场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紧张 甚至导致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赖清德的言辞确实反映了台湾社会的一部分声音 即希望通过明确的自我认同来实现更大的国际空间和地位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 赖清德的讲话有其独特之处 与前任总统蔡英文和李登辉不同 赖清德更多地使用台湾而非中华民国台湾或中华民国 这种语言上的选择 实际上是在缩小中华民国与台湾之间的距离 逐渐塑造一个更独立的台湾身份 这种变化不仅是在语言上的 更是在思想和文化上的独立趋向 然而 这种历史观和政治立场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首先 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是由孙中山建立的 这种宪法历史观与赖清德所倡导的台湾历史观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 如何在这种法律框架下推进新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 将是赖清德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此外 赖清德的讲话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的大背景下 台湾的立场和走向不仅影响到两岸关系 更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赖清德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 无意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总的来说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不仅是对台湾历史的一次回顾 更是对未来的一次展望 通过强调台湾的独立地位和历史 他试图为台湾谋求更大的国际空间和地位 然而 这种立场也将面临来自北京和国际社会的各种复杂挑战 在未来的时间里 我们将继续关注赖清德政府 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和两岸关系中寻求平衡和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赖清德是台湾的一位政治人物 现任台湾的副总统 他出生于1959年10月15日 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赖清德在台湾政坛中 拥有丰富的经验 曾任台南市市长和行政院院长 他在台湾民进党内有着显著的影响力 被认为是蔡英文的接班人之一 赖清德的历史观 深受台湾本土意识形态的影响 他强调台湾主体性 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与民进党的整体立场一致 赖清德曾多次公开表述他的历史观 他认为台湾的历史应当被重新认知和理解 特别是台湾的殖民历史和与中国的关系 在赖清德的视角中 台湾的历史应当被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 荷兰殖民时期 民政时期 清朝统治时期 日本殖民时期 以及中华民国政府签台之后的时期 他特别强调了 日本殖民时期对台湾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指出这一时期台湾在基础设施 教育和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相比之下 他认为中华民国政府 在台湾的早期统治 则伴随着转型的困难和政治压迫 例如1947年的228事件 以及随后的白色恐怖时期 赖清德的历史观 也注重台湾原住民的历史和权益 他认为原住民是台湾最早的居民 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尊重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 他推动了多个原住民文化保存 和权益保护的政策 在对待两岸关系方面 赖清德保持强硬的立场 主张台湾的主权独立 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他认为 台湾应当通过国际合作 和自身实力的增强 来确保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赖清德的历史观 不仅反映了 他个人的政治理念 也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台湾本土派的历史认知 这种历史观 在台湾社会中 有着广泛的支持 特别是在年轻一代 和本土意识较强的群体中 然而 这种历史观 也引发了部分争议 特别是在如何看待两岸关系 和中华民国历史方面 支持统一的群体 则认为 赖清德的历史观过于激进 可能对两岸关系和区域稳定 带来负面影响 在数据上 赖清德在台南市市长任内 市政满意度一直较高 根据多次民调结果 他的市政满意度 多次位居前列 例如 在2014年的民调中 他的满意度达到70%以上 这位他在党内和全国范围内 积累了显著的政治资本 赖清德的历史观和政治理念 在台湾政坛中独树一帜 他的影响力 也使得这些理念 在台湾社会中 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认可 无论是在历史研究 还是政治实践中 赖清德都将台湾的主体性 和本土意识 置于核心位置 这不仅塑造了他的个人形象 也影响了台湾未来的发展方向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赖清德的历史观 无疑是一场政治上的博弈 既继承中华民国的历史遗产 也试图强调台湾独立的现状 这种双重表达既能安抚国内民意 也能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支持 历史上1949年 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 虽然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了长期的戒严 但也是在这一时期 台湾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赖清德提到的台湾 不从属观点 正是希望继续维持这一现状 避免两岸关系紧张升级 正如我们常说的打铁还须自身印 赖清德证实希望让台湾在国际社会中更具话语权和影响力 楚天书您这是在玩问自由戏吧 赖清德的历史观其实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中华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一点无可争议 1949年以后 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 但并不意味着台湾独立 赖清德的讲话不过是对历史的篡改 试图通过模糊概念来实现政治目的 别忘了 以史为鉴可以知心替 历史不能被随意改写 否则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不稳定 而且这种所谓的不从属论调 只会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更加尴尬 毕竟大多数国家仍然承认一个中国政策 谢齐齐 您的话听起来简直像是在被历史教材 赖清德的讲话并非篡改历史 而是正是现实 两岸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事实就是 台湾在实际运作中已经是一个实质独立的地方政府 你提到大多数国家承认一个中国政策 这并不意味着台湾没有自己的外交空间 台湾在国际社会中一直积极参与 尤其在经济领域 台湾是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 赖清德希望通过这种历史观 增强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并非坏事 楚天书 您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 即便台湾在国际社会中有一定的经济影响力 但在国际政治上 台湾的地位仍然非常脆弱 美国 日本这些国家可能会在经济上与台湾合作 但真正涉及到政治问题时 他们还是会站在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上 赖清德的历史观 无非是为了在选民中博取支持 但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 还可能引发更大的对抗 历史的问题不解决 未来只会更加复杂 再者 赖清德不提中华民国的历史 只会让人觉得 他在试图削弱中华民国的合法性 为台独铺路 谢琪琪 真是酸葡萄心理 从现实角度看 赖清德的历史观 并没有削弱中华民国的合法性 而是试图在现有框架下寻找新的平衡点 您提到的美国和日本的态度 其实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你看 美国通过了台湾关系法 明确了对台湾的防卫义务 日本也在逐渐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赖清德的讲话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调整 而不是简单的煽动情绪 毕竟 只有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环境中 灵活应对 台湾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 楚天书说的好像台湾有多大的国际空间似的 别忘了 台海的问题不仅仅是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事 还是涉及国际大国博弈的复杂问题 赖清德的历史观 不过是为了迎合国内选民 短期内可能会有效果 但长远来看 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两岸关系需要的是对话和合作 而不是通过历史观的调整来制造对立 历史是不能被篡改的 赖清德若继续这么下去 只会让两岸关系更加紧张 加剧地区的不稳定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你色列酱的订阅中文字幕志愿者 林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